记者丁伟杰家事报道,接连送上门,嘉义市警局北镇派出所中秋节4日凌晨执行夜间陆检,5分钟之内接连查获两起毒品案,起初未装成咖啡包的MDMA,摇头丸于1600公克,将来信关信二摇头一毒品最嫌送办。 北镇派出所长林维廷4日凌晨零时代班在辖区高铁大道执行夜间专案请勿,一名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行进入检点时神色慌张,警方立刻将其拦查停下,果然在自小客驾驶座下方查获MDMA毒品共50包,重达572公克。 约5分钟后,警方又在拦查另一辆油,关信男子驾驶的自小客,关然将车自习火,开车门驾车受检时车内飘出浓厚,K他命气未漏陷,警方在车内搜出MDMA毒品共86包,重达1067。 五公克所长林维廷即通报现场支援警力查扣赖南关南车上毒品,并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讯问。 警方说赖南关南持有MDMA毒品意图贩卖所信的远景录检当场查获讯后依毒品罪嫌疑送嘉义地检署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